盘点5个身价最高的动物 第二名靠自己努力 赚了16亿 第一名更是天文数字 这些富豪动物到底多有钱 今天小马哥来盘点下 人不如动物系列 5.宠物鸡 鸡鸽 鸡鸽是一只宠物鸡 它的主人是英国著名的出版商 米勒斯·布莱克维尔 2011年 米勒斯去世的时候 把1500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1.28亿的遗产 留给了鸡鸽 至此 鸡鸽就成了鸡鸽 踏入了动物界富豪榜 这真是一人得到鸡鸽升天 4.黑猩猩卡鲁 卡鲁的主人是英国贵族帕特利夏 上世纪90年代 帕特利夏在刚果的一棵树上 看到被捆绑的卡鲁 于是就把他带回南非的家里照亮 直到2000年前后 帕特利夏发现自己 被相处多年的丈夫给绿了 这个时候他诞生了一个想法 要把5500万英镑 约合4.7亿人民币的财产 留给黑猩猩卡鲁 后来帕特利夏去世了 卡鲁带着5500万英镑的财产 从非洲抵达英国的世界大猩猩保护中心 3.宠物猫乔珀特 乔珀特的主人叫做卡尔·拉格菲 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曾设计过多个香奈儿等 奢侈品品牌的高级服装 在时装界有着老佛爷之称 19年这位大师去世了 由于他没有孩子 最终把2亿美元的遗产 约合人民币13亿 留给了宠物猫乔珀特 作为立足于时尚界顶端的喵 衣食住行都是奢华不已 半碗都是高端奢侈品的定制款 这是比LV还大款的法国皮具皮锁 出行也有豪车接送 拥有自己的iPad 还有专属的两个保姆 一个大厨 若干保镖 兽艺和造型师 如果我说一个动物赚了2.59亿 你相信吗 别的动物的财产都是主人给的 而凯克的财产是自己赚来的 78年的时候 两岁的凯克被人类送去马戏团 由于能力图书 在92年 他在美国电影 《人鱼的神话》中扮演虎精 后来这部电影大卖 凯克也获得了分红 经过多年的累积 分红高达2.59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6个亿 由于人类的剥削 导致凯克患上了肺炎和皮肤病 民众得知以后 发起拯救凯克的游行 最终制片方无法承受舆论的压力 制定了放规计划 经过长期的训练 凯克终于在02年回归到了大自然 但他已经遍体离伤 最终倒在了03年的最后一天 而他的2.9亿分红财产 到了谁的手里 目前无从得知 一 宠母狗 钢色四世 钢色四世的财产 是继承钢色三世的 而钢色三世的财产 是来源于他的主人 奥地利女伯爵 罗特·里本斯特恩 1992年 女伯爵最开始留下了8000万美元 让信托机构照顾钢色三世 谁承想啊 这信托机构是真强 在短短20年的时间 让8000万美元 发展成了3.7亿 约合人民币23亿 而钢色三世 自从有了遗产 天天相彻美女 松子将黑松露 过得不亦乐乎 后来呀 钢色三世耿屁了 他的遗产 就顺移到了老儿子 钢色四世的名下 如果钢色四世也耿屁了 遗产将会留给钢色五世 都不想干说 一遗产 二遗产 三遗产 最后一遗产 像是三遗产 都不想干说 这一遗产